在这个荃湾的闹市 有一个建筑物 就是这个红砖屋 这个就是美港的货仓 这个货仓是控制了47年 这个地皮市值了 都成20亿 为什么香港有这么多地没有人去打理呢 其实也有一段历史 这个建筑其实已经建了60年 运作了13年之后 1977年创办人 离世 一直丢空到现在 在2021年曾经短暂开放 据说这个业权的持有人 去清理内部的物件 在2022年美亚职筹厂申请清盘 委托清盘人处理的事务 这个美港货仓其实有两座建筑物所造成 这个红砖楼是楼高三层 后面还有白色的美港二创 它是四层的 白色建筑物 我们怎么去美港货仓呢 我们在这个荃湾站的A4出口 袁西楼阁 经过图书馆之后转座 落天桥就到了 现在这个就看到 在我们的空中看到 隐隐约约比较黑的那座建筑物 前后座就是这个 美港货仓 这个圈住的地方就是 面积都相当大 这个就是美港 货仓的红砖楼 楼高三层 门口贴了一张消货号告示 说这个有这个 货仓的危险 这个告示其实已经贴了很多年都没人来 看起来 你看到这些铁杂的硬料都掉了 那里面这些都是 空地里面 你看到多些 杂草重生 好似真的很多年都没人打理过 好了那我们转一转去前面 看一看这个街景 那他就位于这个全湾的中心隔离 和如景新城隔离 在这两座建筑物之间的位置 地理位置是相当之优裕的 竟然可以荒废 四十几年都没人理他 那前面这就是玉景新城 这个就是中厌大厦 相信大家 全湾人都很熟悉的地方 那现在这个就是后面那一座 在后面那一座 这一座 这个白色的建筑物呢 就是这个仪仓 楼高四层 这一座 那我当日去呢 就看到 好像有些 搭盘工人 在那个环行那里 清理着 盘架 那 相信都 不久了 这里都会重新 照标啊 那这个就是那个牛房 我说呢 相信你的脸 在眼前浮现 心中的感觉 无法 扶平 在你 每个夜晚里 牵挂你的心 无法唤醒那些旧时光 思念在心海 如照学用来 带着爱兜光 你那温暖笑在脑海 谁呀 这个词别呢 就有些 搭盘工人 在清理着盘架 所以 应该有些 应该有些 请盘人 或者有些 业权人 在这儿 开始 做着 点事 的啦 感谢观看 记得订阅 香港背包 有新视频 第一时间通知大家